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这个部分就很像骑士的头盔 RGB风扇有那种引擎的感觉 再加上前面板两边的RGB灯效 关了灯也是有点帅的 侧面是钢化玻璃侧透板 里面的水轮有RGB灯光 整机没有太多的光效 这样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RGB灯效太多的话就是光污染了 品牌器给大家的印象来说 性价比没有自己装机那么高 比较懂DIY的玩家会觉得 自己装一台会更便宜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配置 顺便算下来价格 跟自己组装的一台差价是多少 暗影骑士展处理器用的是i7-12700 现在买盒装售价大概是2599左右 这个处理器可能大家觉得 既然都13代酷睿已经出了 为啥还要用12代的呢 英特尔从12代酷睿开始就采用了全新大小盒 异构设计 12700主频2.1GHz 最高锐频4.9GHz 相比于11代可以说是提升巨大 这一颗12核20线程应该对我们玩游戏 办公大部分情况下 性能都是足够的 而13代i7只是在12代的基础上增加了核心数和小幅度增加频率 升级幅度相对比较保守 所以12代依旧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而且现在用13代处理器的话 主板可能会比较贵 显卡是一张定制的RTX3060Ti 8G显存 有备版 看上去还是挺好看的 如果再给点灯光的话 那不就更好了 3060Ti 8G如果是自己买的 现在大致是3200左右一张 这两个部件加起来 差不多就是5800元了 感觉前包瞬间就空了 主板是B660MATX 因为是定制版的主板 不用考虑极显输出 所以背面省略了VGA HDMI接口 USB一共给了6组 和大部分主板是一样的 背板看不到WiFi天线接口 但是这台电脑是有 Intel AC3168双频无线网卡的 它把天线做到了机壳里面隐藏了起来 这样处理感觉就会非常简洁 内存是两条DDR4 8G 3200MHz组成的16G双通道 玩游戏的话16G基本上是够的 如果预算多的话 买32G的版本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硬盘了 它这个安装位置有点特别 在内存旁边 处理器下面也可以安装一块 它用的是西部数据SN450 512G 如果主板算800 硬盘算300 内存300 这三件差不多1400元 再加上处理器显卡5800元 现在已经是7200元了 电源用的是行家650W电源 240冷排的一体式水冷 还有这个机箱 这三件加起来我们算900吧 总价来到了8100元 那这台品牌整装的暗影骑士展的价格是多少呢 8498元 这么算下来的话 自己装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不比品牌整机会更便宜 倒是有很多DIY装机店卖的组装整机可能会更便宜一点 划算的硬件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便宜的渠道 装一台主机应该会比较省 关键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我这种不会装机的人啊 所以这种品牌整机还是会有很多人买的 我觉得这种品牌整机除了品质和稳定性 还有就是省是省心啦 它这个主机是三年之宝 有售后问题 打电话就可以啦 自己装机如果不大懂的话 硬件要是有个故障售后真的很麻烦 还有一种情况 假如你比较懂装机 是个老司机 有人找你帮忙装电脑 我建议的话你给别人推荐品牌机 让他自己去拍 这样的话第一就是避免有些朋友说你 你装机是不是赚了我的钱呀 一弹起钱就是伤感情了 另外如果你辛辛苦苦给他装了机 硬件啊什么系统有什么问题 半夜三更给你打电话问你 搞不好还要上门给他维修对不对 这样好像你就成为他的维护员了呗 诶诚诚诚诚 接下来我们来跑跑分吧 首先呢是被大家戏称为娱乐大师的卢大师 但是我们还是得跑一跑 方便对比一下自己主机的分数 我们这台红旗整机得分式 1276837分 处理器和显卡得分都在这里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对比自己的主机跑出来的分数 12700处理器在R23测试得分 多额得分是15675分 单额得分是1867分 性能还是很不错的 在R23的数据库里可以是分顶了 这颗处理器用来半功渲染也是很好的 3DMark CPU测试中20线程测试得分是9867分 测试的时候全核锐频最高跑到了4.78G左右 比标称4.5G还要高一点 而且温度控制的不错 测试过程中处理器温度最高只有62.73摄氏度 360Ti显卡在3DMark Testby 1440P分辨率下 得分是11278分 在这边有个参考分数 360Ti的平均分是11742分 我们这张卡跑出来差不多 就是平均水平 真理给到的是战地5的游戏帧率参考 可以在1440P的分辨率下 以102帧的帧率游戏 4K的TES BI X DREAMY得分是5293分 这台主机预装的固态硬盘性能也是不错的 测试顺序读取速度是3243M每秒 顺序写入速度是1468M每秒 在PCIe 3.0的固态硬盘里算是主流水平了 游戏测试做了几个主流游戏都是比较流畅的 我的经验是现阶段的主流3A游戏 只要你不开光追 只开DLSS RTX 3060Ti的性能是足够对付大部分游戏的 开了光追之后流畅度就差了一点 比如说赛博朋克20771440P 我开了光追和DLSS基本上就是60帧上下了 这台主机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是 它的温度控制真的很好 之前我们跑分的过程中处理器最高温度是62.73摄氏度 而玩游戏的过程中也不会感觉机器很烫 风扇很安静 水冷的性能也挺好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大家觉得这台暗影骑士展怎么样呢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那种不太装机的朋友 品牌机用起来的话就比较放心 配置的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 如果只是玩游戏的话处理器选i5就可以了 显卡有定位更低的RTX 3060 或者是更高版本的RTX 3070版本 我觉得这台主机给我的感觉是略小贵 原因主要还是显卡贵 现在显卡成为了主机里最贵的部件了 这张3060Ti比处理器还贵了700左右 简直离谱 希望显卡价格未来可以走得更低一点 大家今年买游戏主机的话就不会那么肉疼吧 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录的视频 多多帮我点赞评论 我是数码工厂姑娘 我要去玩游戏啦 拜拜 拜拜